作者 风行烈 我是兰修 精彩 马上开始 外界都传 兽神之血是我兽亡领的底牌 其实不然 这天下万寿克星的镇妖塔才是 当年娇人一族战败后 有些余孽逃到了西部联盟 将这消息告诉了西部联盟中人 那住一多年来明里暗里向本王打探这东西 若不是他还没有把握 在镇妖塔威慑下拿住本王 只怕早就杀过来了 镇压天下万寿 傲风撕了一声 心中震惊 世上还有这等变态的宝物 难道又是一尊至尊宝器 积天玄看出傲风的疑惑 接着解释 此物和我们诸神炼器体系下的宝器不同 乃一族是用特殊手法炼制出来的 没有换器等位 无法确定其级别 不过就本王使用的几次来看 这件一宝不会比至尊宝器差 当年一族国度中未争此宝 也有好几个顶尖势力大大出手 我能得到这件宝物实属侥幸 原来如此 想不到一族也有如此高明的炼器之术 傲风沉身汗手 这一族当然便是冷军华所言的世界大敌了 寿王也明确了这一点 他们当年 因是不小心落入了一个空间夹缝之类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人装束打扮 风土人情 使用的力量都和诸神不一样 如今知道一族之事 才明白他们是什么人 一族之事 傲风打算回头再向寿王或者尹娜夫人详细打探 一宝之事倒是让他有了种紧迫感 镇压万寿的特性 对魔兽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的确会让西部联盟之主为之疯狂 再加上之前他的挑衅 傲风轻轻一笑 看来西部联盟之主 这次非来不可了 寿王陛下打算如何应对 本王认为与其整日提心吊胆 不如一劳永逸 他注意可以对本王虎视眈眈 本王当然也可以谋划 将他弄死弄残 真当本王是个软柿子 怕了他的势大吗 积天玄冷笑一声 怒眉高挑 这个时候便显出了一个大势力之主的强势和威严 傲风也不意外 积天玄能从一介小卒到一方霸主 没点脾气和手段才奇怪呢 再说就算他俯首称臣 西部联盟之主也未必容得下他 将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是最愚蠢的行为 就像当年的娇人一族最后还是灭了海妖一族 所以陛下一早就打算与我七王城结盟了 不错 虽说为了这一方子民考虑 本王一直不愿介入大陆争端 但天下大势不可逆 万劫破碎后 受亡灵无法再独善其身 我们必须选择一方阵营加入 真神不可靠 单看当年遇见大君王怎么死的 本王就绝了这个念头 那就只有你们七王城了 即便没有这些原因 为了秦儿的幸福 本王也不惜轻我所有一战 积天玄大秀一挥豪气倒 寿王陛下是真的疼爱公主啊 傲风动容楷叹 尽管决定了 要与七王城结盟 不过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前 谁也不知道代价是什么 哪怕与傲风有渊源 也不能确定傲风是不是 会提出很多苛刻要求 例如像真神那样 要求对方交出灵魂烙印 或者是搜刮财富之类的 国势为大 作为七王城的代表 傲风肯定会偏向七王城 寿王也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 事实上 傲风原先的确打算和寿王交涉 最大限度地争取有利条件 不过知道寿王和外婆的事情 加上龙飞的关系 傲风并不打算这么做了 他所需要的只是与寿王城的结盟牢靠 有什么比三十万年的思念 和对女儿深沉的父爱更牢靠的呢 积天玄对姬青的感情 很像秦朔对傲风 一样是外貌酷似爱妻的女儿 一样的极宠无双 傲风感同身受 不能不去理解这位父亲 傲风正中道 陛下既然选择了我们 我们自然不会让陛下失望 大婚之日 我七王城会为公主送上一份大礼 至于那祝宴 陛下也不用担心 我有位伙伴 可是等着揍她很久了 你说的是赤血陛下吧 赤血陛下的威压 那天我也感受到了 的确很强大 你们有信心就好 积天玄眼中闪过了一缕敬意 又提醒道 不过 祝义毕竟背靠真神 势力不小 秦尔大婚之前 你还是不要泄露身份 免得他去向真神搬救兵 近期内 真神可是招揽了不少 新冒头的大君王 这些人中 未必没有万界顶尖强者啊 我明白 晚辈也是这么打算的 傲风点点头 现在的确不比半年前 隐世大君王吕县 大陆上高手越来越多 虽说万界还没有破开 可有些未面的强大至尊 还是可以开辟通道 投影出来 当然这样的人是极少的 若真出现 实力必定极强 比起真神云青红 恐怕都不差 秦天玄沉声道 大婚那日 我也会送七王城一份大礼 作为亲儿的嫁妆 也算是了却我和尹娜 错失的那段感情吧 以二人的身份 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大礼 绝对不小了 而护赠大礼 在外人看来便是结盟了 结盟之事 在三言两语之间就谈定下来 顺利地让人不敢相信 其实 他们也是各有所需 自然一拍即合 结盟对眼下的两方势力来说 都是好事 只不过需要确定对方 是个靠谱的盟友 有了情谊在其中穿针引线 一切就容易多了 陛下 还想见我外婆一面 或是让我给她带些话吗 不了 积天玄摇里摇头 淡淡说道 有些东西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现在的我们 已经不必再去打扰 彼此的生活 既然各自 选择了新的道路 便该放手过去了 她应该 也是这样想的 父王 这样您不遗憾吗 其实你们作为朋友 在剑上一面 说清楚往事也好啊 激青察觉 寿王的情绪 有些低落 抱着父亲手臂 安慰道 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又能怎样的 不过是徒增伤感罢了 那些是只能留在回忆里的美好 真正陪伴我这么多年的 还是你们这些身边的人 我们呀 不能一错再错 再因过往伤害到你们 曾经我们没有珍惜 如今才要守护好身边的一切 至于我和尹娜 彼此祝福 就足够了 奥峰和姬青 沉默了 他们都是聪明人 虽说 自己心里对感情执着 却也明白 事事不能尽如人意 如寿王所言 现在的二人 不见面更好 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新的伴侣 新的责任 即便遗憾 有些原则也是不能违背的 各自怀念 各自安好 就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该说的事情都说了 晴儿啊 你送奥峰陛下出去吧 我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姬天玄转眼望向 波光临寻的湖面 似乎又陷入了回忆 二人也不想打扰他 轻硬一声 一起轻手轻脚地 走了出去 唉 也不知 寿王大人 能不能真的放下 出了院门 傲锋忍不住 叹息出声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本集播讲完毕 你不 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